新竹市政府近年来展开一系列停车场赛山计划 最近来到第七站赤土骑停车场 除了计划中的灯光更换友善车位等等 这次更邀请工研院带来智慧化系统 将整个工有停车场打造成能媲美百货公司停车场的环境 那因为我们全市呢尤其在市中心 有九处的这个工有停车场 那都超过十年甚至有的二十年都没有做过整修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停车场这个计划再生计划启动之后 那今天我们来到赤土骑停车场 更加升级包括指标系统的一个建立 人行动线的一个指示 以外我们这一次更加升级 我们跟这个工研院来合作 推动这个智慧化的系统 未来这一个停车场再生计划之后的每一个工有停车场 我们的水准都在百货公司停车场的等级 那我们相信唯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对于市民朋友的生活上能够提供更加的便利 停车场再生计划强调便利 科技智慧等等八大主轴 这次智慧化系统不仅有车牌辨识 更有方便民众查询车子停在哪里的智慧巡车系统 更引入四格的电动车专用车位 让电动车停车的同时也能顺便充电 那这样的改善呢不只是说环境 地平天花板墙面漏水 厕所以及这些休闲空间的改善之外 我们还要再把一些所谓的 所谓最新的物联网的一些概念要纳进来 比如说电动车的充电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车停好之后呢 我们会告诉你你的车停在什么地方 甚至你停的位置上面呢 是开始停车到结束呢全程录影 那未来我们都还可以透过这个手机上网 可以看得到你现在停车之后 那个车的现况 那当然你要查询车在哪里 那更是易如反掌 回别以往大家对于停车场阴暗 难找车位的刻板印象 停车场再生计划 透过完整的规划 带给民众更舒适的停车空间 这次更活化赤堵齐 停车场内的闲置空间 加入休闲设备 将停车设施结合社区服务 带给民众全新体验的停车环境 凯破新竹万事连陈若怡红采访报导